大家好,潘大帅,欢迎来个本质大关,关键一把,暗星啊,目前S3的影视,他居然跑过来跟我说,让我多去看看S1,S2,让他能够登上S,让他能够登上S1,不是,小兄弟,做人要靠自己,你怎么能靠玄学呢,还靠这么不靠谱的玄学,潘大帅什么人你不知道吗,对不对,天生一个反骨,你让我看别人,呵呵,来,我们看吧,暗星,呃,古董,傭兵,飞加加油差,其实这个阵容你别说,我觉得, 我还蛮看好他的,因为这个阵容呢,说实话上来,他只要能够形成正常的击倒滚雪球,S有的打的,然后我们这边看到他带了一个什么的,带了一个传送,打了一个传送,打控场也不错,冲者没有回血能力,几轮控场把冲者打残,然后一波收网,海底捞,捞一波也能打出一个很不错的节奏,就一个是偏控,一个是偏那个针对都能打,进可攻,退可守,左右逢源,这把我非常看好你 好了,船了,对吧,这边外面三个人带电,怎么船都可以 还有抓吗,这有差在医院上上下下,这电不太好放啊 他在看机子,他在伺机而动,哦,这么来的 一波飞,哇,差一点点,再补一个电,傭兵跳掉,nice 这一轮的操作其实还是蛮秀的,所以说我的判断是没有错,他还是要打控场的,但只是他这个闪现不舍的交 他想要通过就是二楼高空的一个从天而降,天降正义去打一些,这边的话傭兵是主动把这个电吃掉 他是主动把这个电吃掉,呃,这边一刀没打中,补个电,因为傭兵现在手里面没后避吧,补个电先打一刀,伤害先打出来,打出来以后再转 对,这轮打完呢,穷者这边是受到三个0.2,就每个人受到0.4的伤害,传送落地,如果说真能打出一个独立伤害是JK秒一个人 他这边抓傭兵,抓傭兵,也行吧,因为傭兵现在是个白板的,预判走位没能成功 不慌不慌,这个局真不慌,他这边真把这傭兵抬了,对于穷者来讲这个局就很难打,怎么救人,状态怎么补 只是呢,说实话这个过程当中,他的一些伤害输出的机会点都没有抓住啊,中间其实如果能形成快一点的话 我感觉这个局已经是一个对于穷者来讲的死局了,现在不好说呀,他现在这个击倒有点慢,外面已经要跳掉三台机了 我们来看一下,快要三台机了,都快要四台机了,这个闪现还捏在手上面,哦,这传输还捏在手上面呢 暗星 这波怎么回事啊,啊 傭兵差0.3,0.3的话,这边队友切两个帮忙来分摊一轮是可以的,他这边是选择回头,回头过来再来控场 有点晚了,傭兵这边也摸了个电 四人分摊,四人分摊,这边没有人倒地,机子的话我们来算一算啊 这台机,机子够了,机子够了,机子够了,一轮球者这边密码机直接修完了,传送落地,找人 现在核心问题是球者这边都不带电了呀,再补,补个蓝电,队友这边切,好 哎呦我去,分家这边开,直接开一波大招给你拉开,拉开的话这边再补一个电,钉是钉的不错,但是板子已经下掉了 你这个电影早这么准的话,这个局都是个迎面,现在的话呢就是拖,拖一个什么呢,拖一个那个传送啊,拖一个传送,那机子不是特别拦得住 嗯,差嘛,差的好像不多,对吧,但是你说要拦住嘛 有点难啊 群者现在其实要做的是什么,补状态,这个时候群者,对,状态不佳,优先治疗,状态补完了,影视没法打,状态补完了,影视没法打 这里通过串联,把这个邮差串了,无所谓的,古董商这里的话呢,就吃独立伤害,对吧 吃独立伤害,这边分一家状态先一补,佣兵这边的话,待会儿,佣兵这个伤害刚才是吃过0.15的 也就是说,佣兵这个伤害应该是个0.35啊,0.35的话,佣兵这边吃独立伤害一刀,估计是不倒 哦,算一算,佣兵刚才是0.7加0.15,0.85,0.85治疗,0.5,对,佣兵现在是0.35,0.35意味着佣兵可以单独来救人 我都不需要队友帮我分摊,直接可以套博命,所以影视这边选择传送再来控一轮场,对的 这边的话,这轮控场我们看一下啊 分一家这边开喷,那但影视这边两秒钟以后技能CD是好的,选择先来管机子 5个红电,一轮独立伤害,能带走这个邮差吗?队友这里是分摊了一波,这分摊的好及时 再赶过来,再赶过来的话,补红电还是补蓝电?蓝电这边能带走的是飞行家 有差也能倒,能倒俩,能倒俩,机子的话94,能不能先把人挂上,能不能先把人挂上 人把人挂上,佣兵现在是独立伤害一刀不倒,还是能压机救人,站着别动我来帮你 还是能压机救人,他这边得串,他得把这个什么呢,给佣兵补上一个红电,然后把这古董伤给串了 我觉得穷者当时这边如果说他选择手的话,穷者这边直接亮机子,不要给他这手机会可能会更好一点 再回头来挂飞行家,再挂飞行家 现在核心问题就是要把这个古董伤给串了,补红电把古董伤给串了,对,对,古董伤切了,反应很快 再来一手电,压,压不住,压不住,压不住,一刀打,密码机,亮,亮了以后人救下来再追一刀,带走的是飞行家 嗯,那这里,其实穷者这边还不一定啊,因为影视手里面还有个传送 门的话有机会能开,剩下的两个人,纯白板了,哦不是不是不是看错了,这不是纯白板,古董伤这边一轮扫棍吗 飞轮先走 傭兵那边去捞人,捞下飞行家,油柴还在门里面站着 嗯,应该是没了,应该,诶,得会儿,哦,应该是没了,对,飞行家没了嘛,对不对 那看傭兵能不能跳地窖了 因为这个人救下来说实话真没了,这个人救下来说实话,这影视肯定没了,他想要再留两个是留不住的,那现在看傭兵能不能跳地窖了,一个电,没定住 哎,这把是称的技能不准啊,技能不准,影视这个角色,他其实技能准跟不准,两个土服,平了 感谢大家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